1994年起 盛工会引入了体育班计划 在这个计划下 凡是被选入校队的运动员 都被编入每一年级的体育班 学校为他们安排特别的时间表 使到运动员能更好地兼顾学业和运动 到目前为止 盛工会中学的12支运动队伍 在东区球赛中赢得奖项无数 其中至少有5队每年都获得全国赛的奖项 去年成立的英式女兰队 也在今年获得全国季军 盛工会中学的其他课外活动 并不让体育活动专美 学校的5个音乐团体参加每两年举办一次的 新加坡青年音乐节比赛 获得奖项无数 其中学校合唱团表现特出 学校的中文戏剧团十分活跃 经常参与校外演出 学校的5个制服团体同样充满活力 其中NCC学胜陆军团自1997年以来 在全国比赛中都获得金牌奖 圣约翰旧商队 男童军和女童军 也在全国赛中得到金牌奖 为开拓学生的视野 学校跟纽西兰的 Mont Roskill中学成立的学生交换计划 让中二的学生到纽西兰去短住 体验不同的文化和体制 学生在回国后也有机会招待他们的纽西兰伙伴 让他们体验新加坡的生活方式 此外 学校每年让150个学生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为期七天的华文进入计划 学生们得以在北京的学校学习历史和文化 同时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接受中华文化的勋讨 1999年 配合电脑时代的到来 学校完成了全校电脑联网基础设施 让全体学生充分掌握网络时代的学习工具与时并进 配合教育部的重建和改善学校计划 盛工会中学将在今年底展开一项耗资1800万元的扩建工程 除了学校的钟楼和体育馆将保留之外 旧校舍大部分将进行重建 新蓝图中也包括了一个能容纳500人的新奖堂 它将发展成一个设备齐全的艺术表演中心 盛工会的学生目前已经在学业跟课外活动都有很出色的表现 我是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发挥他们的领袖才能 服务社会成为社区的领袖 经过45年的默默耕耘 盛工会中学已经是新加坡教育界一个优良品牌的代名词 它有杰出的软件又具备现代化的硬件 它致力于培养品学兼优 身心健康 兼通双语 又具有领袖素质的年轻人 他们肯定将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盛工会中学也将在百年数人的教育事业上继续努力 更上一层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